准备一点这个盐菜 加入温水先给它泡发起来 最后来是一坨二刀肉 把它清洗干净 表皮上面非常干净 没得毛底 所以我们就不烧皮了 洗干净的二刀肉 下入汤锅 先把它煮熟 加入一点姜葱 干发酵 料酒 盖上盖子 烧开后用小火煮25分钟就可以了 二刀肉已经煮来差不多了 这下把盖子戒开 把它露出来自然晾凉就可以了 二刀肉烧油冷却过后 把它切成薄片 厚度大约就是两毫米左右 家庭条件不好的同学 可以把它切薄一点 可以多捏两筷子 一定要这种半肥半瘦的肉 吃起来才不油腻才安逸 泡发洗净的盐菜把它切一下 切成碎末就可以了 做盐菜回锅肉的香料 我们一般就不选择蒜米了 都是用青红椒给它切成圈圈 准备工作已经全部做好了 下面休息20分钟 我先去看一下老板还有几盘 撒过了我炒菜 还是把菜炒起吃饭了 锅内下入一点点 纯蒸的菜籽油 一点点就够了 主要是防止肉下锅的时候粘锅 然后下入切好的二刀肉 先把这个二刀肉里面的油汁给它熬出来 这样子吃起来才会香并且不油腻 这个二刀肉炒来蒸子 卷起过后就下入姜葱蒜和涌川豆豉 再来上一点川式甜面酱 四川豆瓣 做回锅肉三样调料必不可少 第一个就是四川豆瓣 第二个就是涌川豆豉 第三个就是川式甜面酱 这样子炒出来味道才巴适才香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肥肉不要熬得太干了 太干了吃起来也不香了 这样子炒出来回锅肉味道绝对正宗巴适 豆瓣炒出香味过后下入盐菜 青红椒圈 大火快速的翻炒均匀 调味一点骨干酸辣不喜欢的不放 盐菜回锅肉稍微炒久一点 把盐菜的水分炒掉 吃起来会更加的香 不像我们蒜苗回锅肉下锅薄两下就出锅 基本上炒来差不多了 下面关火出锅装盘 看着这个清口水就跟着一眼 大家不要看到这个黑曲曲的 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味道绝对是巴适的 川味浓郁的一道盐菜回锅肉就做好了 这样炒出来真的是特别的下饭好吃 喜欢的记得收藏 有时间的时候试着告一哈 不喜欢的下期继续免费看 这种肥一点的好吃一点 盐菜全部拔到这个乳上面了 安逸得很 好瘦的 好吃 你这样子回锅肉 酸面回锅就不好吃 各有各的味道 就你瘦的 我吃这种肥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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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